找我 得找我 我都不 обяз 你最早就知道 这边的当事 找我 那天 我可找你 我只会有 这天我会找你 我只是让你回来 写人 你回来 我可那个 我最不想 咱们走 你快走 我还电脑 已经到了锦阳馆 若不尽快整理出 涉案人名单 恐怕日子一差 会有人闻风险了 那我去吩咐厨房 让他们端些果子来 不必了 我夜里从来不吃东西 你赶紧先去睡吧 自从见诚和你打阿姨来 你已经 已经一个月没有回房睡了 总是累了 就睡在书房 你瞧 我这书房内外伺候着呢 有一个女师妹 我不是要疑心你 这 你放心 你我记忆成了夫妻 我绝不负你 我看你 姑娘 别生气 我在府里打听了一圈 这府里上下人等 对姑爷无不夸赞的 都说姑爷杰身自好 从不连华惹草呢 话虽如此 可我总觉得 他对我太客气了 客气不好吧 人家都说举案齐眉相近如宾 这才是好夫妻呢 你不懂 他待我 总像外人 看似处处体贴周到 实则什么都不对我说 有了心事 烦恼 也都憋在心里 装出一副无事的样子 我倒是他宁可对我吼 对我发脾气 对了 说起这件事 我倒是听一个婆子说起 他说 在姑爷娶那位县主之前 曾对一个小官家的庶女动过心 竟有这事 后来呢 后来 后来就是拥亡逼婚 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那位小官家的庶女 叫什么名字 听说是姓盛 归名不是很清楚 只知道在他们家排行第六呢 打听打听 这位圣六姑娘 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不认识 这不好吧 这要是让姑爷知道了 咱们多下不来他呀 我也知道不好 可我心里这个坎 就是过不去 总要知道 知道他心里是不是有别人 才不对我交心 你同袁若成婚那日 我家中不巧有事 没曾亲自来喝喜酒 今日啊 特将这份礼补上 这可使不动 顾家客房长辈 已经送了不少众礼了 哪里 那是顾家全家的礼 这个 是我私底下的你 你就拿着吧 不过呀 就是穿珠子 平日里 带着玩玩也罢 大娘子 是我的沈祖母 有话 不妨直说 我虽附导人家 但多少有些耳闻 我家官人主持 金茶逆挡一案 顾家略有牵连 我若收了大娘子的礼 这知道的 说是长辈疼爱晚辈 这不知道的 会说顾家贿赂官捐 我家官人的脸上 也不好看 没想到啊 你是如此童童之人 也罢 那我就直说吧 我厚着脸皮 求到晚辈投上来 实在是没有法子 袁若那边 若是直接去说 让她一口回绝 便没了回旋的余地 这不 才求到你这儿来了吗 这 事关朝政 我也是不懂 我家官人从不同我讲这些 只怕我是帮不上忙 不不不 我呀 也不求你在云肉面前 能帮我求情 我只求你 只求你 能替我们家 那两个业障 说几句好话 让那牢里的人 别太为难他们 我家官人 只管查问诉讼 这刑狱之事 他存不过问 我看 要是要让老李关照 还不如去求顾将军 道方便携 他从衙门那边更近哪 要是行得通啊 我还用舔着脸 求到你这儿来吗 大娘子不知道吗 大娘子不知道吗 金晨当初传得沸沸扬扬 说我家官人 同你们家盛大娘子有救呢 这样一来 我家官人怎能再和你们顾家 扯上关系 躲还躲不及呢 我不是变今长大的 别去打听了一下 我家官人 同你们家的盛大娘子 不过是童年的时候 在叔叔里面 读过几天书罢了 就被传成这样 可见人言可畏啊 是啊 说得是啊 你呀 是个明白人 听说 真正和盛大娘子有关系的 是太医院的贺家 说是要下定过礼了 不知怎么的又变了卦 嫁到你们家去了 这个小数女可真有一套 面亲之内 真是藏龙卧虎啊 对 对 对 顾家的人听到自己家的丑事 怎么还心高采变 捏住了人家的把柄 岂不快活 要说这盛家小娘子也算是个人物了 还和姑爷一同打过马球呢 公明都不知道姑爷会打马球 那时候 咱们还没入境呢 还有 听说 姑爷现在身边的这个小四是护找的 原来的那个叫做布韦 和姑爷一同长大很是贴心 可就因为她隐姑爷和那圣娘子见了一面 就被郡主活活乱棍打死了 这样的红妹子 也真是够可怕 出口 以后不许再说这女子的事 传出去 岂家的脸都要丢光了